歡迎回到電競青年超級聯賽 我們今天是第四季的第一篇了 剛剛進行完跑跑的賽事 馬上要進行的是SF囉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隨著這個賽事逐漸往台灣Open逼近 我們在這邊很遺憾的只能說橘子熊 好像算是已經跟我們今年 台灣Open的門票說再見了 對 因為橘子熊隊雖然曾經有一季 就是說他的這個 歷史在全勝 可是很可惜在那一季當中 他沒有辦法拿到一個很棒的積分 所以接下來 要好好的加油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好的 對啊 沒有關係 只能夠在下一年繼續努力囉 馬上來介紹一下 今天要出戰的選手了 首先看到的是耀岳太陽神 這位是我們的教練 宙斯教練 吳智欣教練 你好 下一位 這位是狙擊手 這邊我們看到所有的成績 所有的KD值要重新計算了 歡迎我們的風狙王伯順 卡斯特 老風狙 不用加一個老啦 好不好 老朋友嘛 好 對 老朋友 好朋友 下一位 下一位看到這位是 Hilus周瑋廷選手 歡迎 下一位 這位是Karis楊俊毅選手 歡迎 你看到這一位是卡歐斯黃綠云選手 接著是誰呢 這一位是越來越瘦的 陳友智小兵亞特拉斯 歡迎 他如果再變胖就有滾了 就恐怖了 不會啦 現在非常的健康 那個適當的運動以及飲食 對 要脫衣服了 要脫衣服囉 這樣講他在害羞 馬上看到滑翼Spider 這BN首先看到的是 HOOP許向軒笑臉 歡迎 這一位是 我們這一位字卡上錯了 不是Sam啦 這個是KING 王憲智選手 哈囉 歡迎 緊接著這位是賀羅 莊仁傑選手 接下來 是不是變瘦啦 真的有變瘦 歡迎吐司超人 Sam正銘紅選手 角度問題 不要偷笑 正面就又是大了 好不好 來看一下下一位 下一位是BOT 蜘蛛毒牙BOT 歡迎 手氣不錯的BOT 為什麼說手氣不錯呢 他剛剛在抽遠的要命王國的時候 抽得還不錯 辦公室一陣哀嚎 真的喔 那應該把他供起來 大家要抽的時候呢 就要借用他的手了 對 只要不是去那個OGR 旁邊抽都沒事 真的嗎 對… 好 那來看一下 我們華裔Spy的下一位選手 是Ryu 林冠亨選手 歡迎你囉 會不會OGR 就是我坐在辦公室什麼 好像也有事喔 對啊 躺著野中槍 都已經從江湖上退影這麼久了 對 也不過是抽人物抽到爛而已 什麼 當然沒有人願意在他旁邊抽人物 再一次又被主播台這邊進行點名了 好 我們今天看到這兩隊呢 是參加了第四季的第一場SF例行賽 即將要在沙漠這張地圖開戰了 在這個地方呢 也同一時間提醒各位 其實我們這一次SF的地圖跟上一季 差不多只有命運交叉到換成火車 先來看一下沙漠陣地這張地圖 好 沙漠陣地這張地圖 同樣是一個爆破人物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紅色一樣是我們進攻方的一個出生點 那我們分為大詐區跟小詐區 那在這張地圖當中 這張說真的也是一張老圖喔 真的我從元年就看這張圖看到現在 對 從小看到大 對 那以前呢 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說呢 搶得天台大概就是五一半 但是現在呢都要說 如果呢搶到天台呢 還要注意呢不能夠摔下來 因為呢現在大家對於呢 這種天台上面的這種兵家 這種這種 所謂的兵家必爭之地之外 哇 這邊應該是被炸死了 果然沒錯 這邊呢 手要彈炸死自己人 好 還有點小尷尬 我們看到擔任攻方的太陽神 已經損失了兩名隊員喔 現在要三隊五有一點難打了 好 這邊呢 KING用手彈炸死的卡奧是 是 今天截至目前為止 總算有一個HIGHLESS 是被槍打死的 剛剛前面三個都是被手彈炸死的 好 所以我們看到第一回合 很快就結束了 是由先擔任首方的華麗Spider 首先拿下第一回合的勝利了 這邊感覺第一回合開局 對於太陽神這邊手氣不太好 第二回合開始了 來看一下這個手榴彈 可不可以躲得更精準一點了 一樣是一個131的開局 在太陽神這邊 而且剛在第一回合的時候 你看到那手榴彈 然後剛好就在 我們剛好從這個畫面看到 就是剛好有一個人走出來 然後手榴彈掉到旁邊 砰 然後就啪 它就啪下來就死掉了 這個導播 這個我們切圖這位工作人員 是有買通什麼人嗎 為了要 這邊牆腳躲住 來來來來 你來你來你來 賣照 是一樣 對 這邊我們看到在首方家裡 1打2 是 剩下首方這一次華麗Spider 剩下小國王KING 拿狙擊槍的KING 一個人在場上要1打2 有辦法嗎 KING躲在上面 對 太好了 加油 加油 我軍勝利 從另外一個方向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老風鞠 就直接把KING給狙擊掉了 對 所以第二回合是由 太陽聲這邊取得了勝利 馬上是來到了這個第三回合 好 進攻方 我們可以看到要一趟 我們剛開始的一個 3 2開局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風鞠 卡士特 剛剛是在後面的最後一個壓陣 好 我們看到他 指定要進入大區 是 手要撤著後面了 打進來卡奧斯一個 我們看到HILES又解決1打2 也打得相當的不錯 對 我們看到華麗Spider剩下 HILES又一個 SAM 最後 HILES的這一回合打了太多人了吧 非常精彩的餐具表現 HILES好像有演出一個1打4對不對 如果沒有算錯的話 HILES的一打4 HILES成功拿下第三回合的順利 我們看到現在太陽神2比1 比1 比先不分 華麗Spider 馬上來到了第四回合 WOT的手榴彈又炸死了一個 是 SAM也收掉了一個 現在看到攻方太陽神剩下三個人 要怎麼打呢 今天華麗的手榴彈用得不錯喔 這邊我們看到的是 來到下面的詐區 好 這邊要小心後面有埋伏喔 我們可以看到BOT跟赫羅兩個人 BOT又一個 是 BOT這個回合呢 演出一個1打3 不錯喔 從這個地道出來之後 成功了收拾掉攻方剩下來的人數 想不到BOT也有當電車吃 你喜歡從後面要偷偷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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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的 馬上要來到第五回合 好 這一次我們看到 SAM打第2個 對 華麗Spider稍微是前壓了一點 轉眼間攻方太陽神剩下一步一距在場上 但是守方還有4個人 哇 在這邊呢 又亞特拉斯又被打掉 原本他在那邊做埋伏 但是似乎呢 利友也早就知道呢 這邊呢是有躲了一個人喔 對 最後剩下一名狙擊者卡斯特 沒有辦法 沒辦法啦 從這個地道出來 發現外面都是守方的人喔 最後只好是由華麗Spider 拿下這一局的勝利 現在的比數是華麗Spider 領先1分3比2 小心 摔了 好 大家可以從這個圖上可以看到 中路呢 還是呢 煙霧泥漫喔 那在沙漠陣地呢 這張地圖其實一開始呢 真的就是雙方在丟蛋 哇靠 這邊用手動彈炸死了一個 而且我們張家華教練 曾經為這張地圖呢 是 獻唱了一首歌喔 喔 什麼歌 噹噹噹噹噹噹 就是一開始都在丟蛋 對 對 淡如雨下喔 不管是中路呢 或者是在天台下方的這個左右兩側 幾乎呢這個都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從俯仕圖看 看到都是一陣呢 煙朦朦 白朦朦的一個畫面喔 是 哇 這邊呢 想要想天台 想不到另外一側的樓梯上面有人 我們看到BOT 相當厲害喔 BOT 在上面又 哇 差一點 BOT 現在要1打3 正在旁邊看 喔 剛剛BOT真的順利解決掉一個 但是定時炸彈已經完成設置了 當BOT下樓梯的時候呢 就被亞特拉斯給解決掉了 沒錯 亞特拉斯在下面守株待兔喔 然後就趁BOT一下來的時候 就把他擊斃了 我們看到目前的比數是 3比3打拳的平手 來到上半場的最後一個回合 哇 妳可以看到右邊這個俯仕圖 是不是真的 真的是彈琳很下喔 對 這個呢 三個 哇 在天台 欸 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 互相不打對嗎 這是手下留情嗎 這個兩個人是以為在西部牛仔嗎 要先背對背 然後呢 數到死才可以回頭打人嗎 對 要講好 然後再一起轉身看誰的槍款 最後在這個回合呢 好像是太陽神的槍稍微快了一點 由太陽神拿下這一局的順利 最後我們看到上半場比數是4比3 由太陽神領先1分 休息一下 結束之後就攻守交換囉 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在我們的上半場的部分SF 最後的比數是4比3 由太陽神這邊領先1分了 那我們看到有兩位選手 在上半場的KD值算是滿高的喔 首先第一位是蜘蛛毒牙Bolt 好Bolt呢在幾個回合當中 真的是表現相當不錯 尤其他的手榴彈呢 真的是丟得很漂亮喔 對 在他上半場的殺了8個人當中呢 應該呢有3個人應該是被手榴彈 可以炸死的喔 那另外我們看到有一位是 我們Hilus Hilus Hilus上半場殺了也不少人喔 我們剛剛統計過 他這個上半場殺了10個人 那雖然死亡次數是高了一點點 來到6次 所以KD值呢沒有來得如此亮眼 但是呢他殺了這個10個人喔 真的也幫助了隊伍當中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的 妖艾太陽神呢 在上半場呢是以4.3暫時的領先 那來到下半場 單任防守方的妖艾太陽神呢 會採取什麼樣的模式呢 來做一個防守呢 同樣的我們可以看到呢 單任進攻方的White Spider呢 是3二開局 好 從水井 這邊呢很快就來到了水井區了 對 已經跑到水井的旁邊囉 哇 柯瑞斯這邊呢守住了一個 所以這時候我們看到水井下去 還是要進出攻打Mars的 這邊呢再做一個強攻 因為呢Hilus這邊呢 這邊被打掉了 好 我們看到亞特拉斯一打二 剩下King 小國王 狙擊手King個人在場上 被逼到角落了喔 好可憐喔 對 一個狙擊手呢 在被逼到一個這麼近的距離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掏小槍 只能掏小槍 對 而且還不能掏那個 海盜的那隻手槍 海盜手槍在我們新的一季 是被禁止了 是 它威力太強打了 那個散彈槍的小槍 如果近距離射的準是 有機會一把必命 對 因為呢 這個那一把槍 如果說各位玩家呢 有在看的話 其實那把槍呢 這個沒打一把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一些很有趣的畫面 你就會看到 它用左手 然後把一堆鋼珠 然後呢 倒到那個槍裡面 對 然後再拿那個類似像 封槍條的東西 把這個 槍管的地方給它塞住 所以它是一把散彈的一個 小槍 小槍 可是它近距離喔 真的是命中率實在太高了 對 回過頭來看到 光芳又剩下一個人 這一次是蜘蛛毒牙BOT 又是雅特拉斯 對 被雅特拉斯給收拾掉了 我們看到 在下半場 我們太陽神士已經聯姻兩個回合 比數拉開了 現在來到了6比3 領先3分囉 下半場的兩個回合呢 雅特拉斯呢 一共呢 這個殺死了三個人 那在下半場第一回合 他那個一打二成功 那接下來呢 剛剛上一個回合 又收掉了一個 又幫隊伍呢 拿到了勝利 剛剛呢 Sam呢一開始就被卡奧斯 一共手機彈給炸死了 現在天台上面有兩個 好 好 天台沒有機會 下來 在天台下面 近距離也拼槍了嗎 好 BOT 赫羅 King 各一個 火力有也一個 剩下風居 風居一個人在場上 攻方還有三個人 他要怎麼應對呢 哇 近距離 可惜了 沒辦法 寡不敵眾 最後是由 HIGH SPYDER 取得了勝利 我們看到這邊的比數呢 是6比4 還是由太陽神的兼分 好 我從這個粉絲的可以看到 我還不錯 看煙霧瀰漫啊 BOT 用手樓彈又炸死了 克瑞斯 小心 手樓彈 這裡我們看到目前 雙方人士 還有四位在場上 好 在天台這陣交貨 卡歐斯 還有呢 我們赫羅 各有斬獲 斬獲完之後呢 也收工 感覺 HIGH SPYDER 對於這個水井詐句 是情有獨鍾喔 終於要來到大詐句了嗎 對 因為呢 這前面幾個回合都打水井喔 對 那現在呢這個來換個 換換口味 來換到小詐句的這個地方 試試看 果然不錯 現在已經呢 完成定時炸彈一個設置了 對於首方剩下 KING這邊呢 遠距離呢 G掉了一個HIGH LESS 又一個 卡斯特 兩個 KING最後這兩個G級 太漂亮了 對 你讓這個比數 稍微又再拉近一點了 現在比數是6比1 5 由蔡陽神暫時領先1分 馬上就來到了第12回合 來看一下這一局 要怎麼打囉 不是平手 就是金牌了 對 還是一樣要 我們可以看到 藥愛康神呢 這個也稍微呢 往前壓一點點 但是亞特阿斯呢 在中路的地方呢 就給擊斃了 一開始呢 我們可以看到人數 就捲了一個劣勢 還好 賀羅這邊又打掉一個 卡斯特也被打掉了 小心樓梯喔 小心 這下我們可以看到 卡歐斯這個繞這一圈 想要去做斷後 去做摸屁股 但是Sam這個斷後呢 處理的這個 相當的明智喔 對 剩下Karen這個人 要來摸屁股了 手動給砍斷了 Karen一朝King逼近 解決掉了小國王King Karen定時炸彈 已經完成設置囉 20秒 時間壓力越來越大了 最後 對 是由Sam 正名紅選手 成功的解決掉Karen 拿下這一局的 勝利了兩邊 打成平手 6比6 Sam這個回合呢 可以說是扮演了 相當好的 所謂的痴漢克星 兩個要來做 所謂的摸屁股 都被Sam給成立了 摸屁股 摸屁股 天台上有人 現在先對上一面的 似乎呢 對方也會知道天台上面有人喔 邀約剛剛一輪呢 強攻之後呢 現在呢 三個打兩個 King這邊 從水井一路追出來 還是來不及喔 好 上了二樓囉 反而是Rio跑到了 首方的出身點位 從這邊繞了過來 小心等一下一探頭 可能會被二樓的 對 因為天台上面有人喔 對 所以我們卡斯特目前在天台的地方 在這個描斜坡 他很聰明喔 他沒有從中路過來 他剛嘗試要直接衝水井 大師發生神力有人 還是被收拾掉了 所以在第十三回合是由太陽神拿的勝利 也是首先聽牌了7比6 來到第十四回合囉 好 這個回合我們可以看到 單純防守幫要一堂神呢 就稍微有一點 沒有再像前幾回合呢 潛壓那麼明顯喔 算是呢就是以一個 相當穩健的方式呢 守住大區 看到對方煙呢 煙一閃開之後呢 馬上衝出來 衝出來馬上被BOT打掉一個 HIGHLESS 兩個 哇 利友跟聖米補得很好喔 再來 這邊躲在這邊 哇 這個冰箱 亞特拉斯贏了 不過亞特拉斯的血量剩下非常少 雙方都是一步一舉 留在場上 不是進攻方 這邊應該也不太敢冒然 應該不太敢喔 是 在水井炸區旁邊這裡 對 因為呢 你現在如果呢 去做裝彈呢 彷彿就是告訴大家說 來摸我屁股 對 來啊 我在這 這個 我們看到 風居 風居是在這個二樓上面 對 他在天台上面喔 而亞特拉斯在這邊 很猶豫啊 雙方的GG手都在互相瞄 那這個時候呢 還是決定裝彈了 鹹的也是鹹的 裝一下 因為反正你們都在外面看 對 我就來裝一下 這一裝呢 壓力就是在他們的身上 手防了 好 還有剩下20秒 雅特拉斯 狙擊 要殲滅 還要拆包 剩下幾秒鐘 雅特拉斯有耶 你成功了 還有12秒的時間 哇 厲害 綽綽有餘 還可以站起來揮揮手 拆彈都還來得及 恭喜太陽神 在我們的第14回合 取得了順利 也最後以8比6贏 贏得今天在沙漠的比賽 最後一個回合 雅特拉斯的表現太亮眼了 是 雅特拉斯 今天的這個幾個回合當中 表現的都是 真的相當的一個沈穩 尤其在最後呢 剩下20秒的一個時間 他準備要把花花做殲滅 還有這個拆包都做得相當的不錯 是 而且最後的這個1打2 演出了 也幫助這個躍躍太陽神 今天拿下這場相當關鍵的勝利 是 在這裡先恭喜太陽神 拿到第四季第一場例行賽 勝利了也謝謝Jerry老師 我們帶來精采的解說 好 謝謝麗珍 謝謝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星海爭霸2就要登場囉 好嗎 好嗎 好 好嗎